心灵能量 康复或恶化 态度是关键 根据临床上的观察 病人必须做出决定 一个诚心诚意想要改变的决定 将使他得以找到高吸引子能量模式所展现的各种面貌 例如 一个人无法借由愤世忌俗的态度克服悲观 我们常听见的 什么样的人交什么样的朋友 这种说法的确有临床上的根据 吸引子模式倾向于主导其他场域 因此 一个人所要做的只是将自己暴露在高能量场域之中 内在态度就会自然而然开始改变 这是自助团体中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 很贴切地表现在以下这句话里 只要把那个人带来聚会就行了 如果你将自己暴露在高能量模式的影响范围里 他们就会开始 擦拭 或者 如同他们总爱这么说 你会被渗透而改变 传统的医药一般认为 压力是人类身心失调 患病的根源 这种诊断的问题是 它没有正确解释压力的来源问题 它似乎只怪最外在环境 而不曾真正了解到 所有的压力都是根据一个人的内在态度于内在形成的 我必须再次强调 不是生命中的事件 而是你对事件的反应 引发了压力的症状 如同我们先前讨论过的 离婚可能引起痛苦 也可能造成解脱 而工作上的挑战可以是一种激励 也可以引起焦虑 端看你将上司视为老师或怪胎而定 我们的态度是从我们的立场或位置生出的 而我们如何定位又与动机和脉络有关 根据我们一般对事件意义的不同诠释方式 同样的情况可以是悲剧 也可以是喜剧 以生理学角度而言 在选择抱持何种态度时 一个人可以在同化作用的脑内非和异化作用的肾上线素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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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